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老子成为武林高手了 陈子和欣喜若狂地看着自己的手 从他昨晚睡觉时候所看到的记忆碎片开始 陈子和便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些不一样了 但具体是哪里不一样 他倒也说不出来 他只是睡醒之后感觉自己好像比之前更清爽 更有力量 难道那个巨型红姑真像兔爷说的那样神奇 陈子和有点不敢相信 但摆在他面前的实际变化已经替他做出了证明 对了 那老头还说有什么效果来着 陈子和闭上眼努力回想了起来 力大无穷 百毒不清 精力充沛 超快速度 想不起来了 再去问那怪老头一次去 陈子和说着就拎起锄头准备离开 他还顺便去了汤果园 毕竟昨天欠下的诊费还没有交 他快速的跑了起来 速度果然大有提升 大概是他之前全力奔跑时的几倍 而且跑起来丝毫不会觉得累 陈子和惊喜之余 很快来到了村里的卫生站 兔爷 他甚至没有来得及敲门 便像一阵风一样冲入了兔爷的屋子 起床了老头 太阳都晒屁股了 看着还窝在床上的徒爷 陈子和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这小子 徒爷眯着眼看了陈子和一眼 随即又把眼睛昏昏欲睡地闭上了 老头 我给你买酒了 陈子和没有办法 只好寻寻善诱地说道 快起来喝呀 徒爷先是惊喜地睁开了眼睛 随即又神色暗淡地说 别骗我了 我还不知道你小子吗 穷得叮当响 哪来的钱买酒 你看 随即陈子和拿出了一个酒瓶子 里面晃晃悠悠的 有大概半杯酒的量 这些酒 其实是他刚回家用一个空的酒瓶 从陈友才的酒瓶子里倒出来的 因为他现在相信了徒爷之前说的那些话 打算真的从他这里学到一些本事 无论是他之前说的典学也好 古武术也罢 甚至是那玄乎齐玄的石甲汤和神奇小药丸 陈子和现在都深信不疑 既然打算学 那陈子和也就做好了拜师的打算 既然如此他总不能空着手来拜师吧 所以这偷来的半杯酒 就成了他用来讨好这老头的敲门砖 哎哟 你小子还真是长到哼了 连陈友才那铁公鸡的酒都敢偷 徒爷笑眯眯的从床上爬了起来 一把接过陈子和手里的酒瓶子 嘖嘖 陈友才那小子虽然人扣门 但还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高粱烧都喝得起 徒爷拧开瓶盖 一闻眼睛便亮了起来 之前他喝的都是两块钱一斤的地瓜烧 这六块钱一斤的高粱烧他 还真轻易不舍地买 好好 算你小子有心 徒爷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陈子和看徒爷的一系列反应 就知道自己这块敲门砖敲得很响 他开心地说道 徒爷 您之前不是说要教我武术和典学吗 我这是特意来找您拜师的 徒爷依旧是笑眯眯地看着他 你小子以前不是死活都不相信吗 今天怎么就突然信了 还特意给我带酒过来拜师 哎呀 以前我不是岁数小不懂事吗 我有眼不识泰山 不过我今天早上一睡醒就突然悟了 陈子和一本正经地继续说道 昨天夜里我梦见了一个老神仙 那老神仙长得跟您是一模一样 我一看 哎呦 这不是兔爷吗 原来兔爷您是老神仙呀 您可真是 行了行了 你小子赶紧给我闭嘴吧 一张嘴就是鬼扯 兔爷扎了一口高粱烧 心情大好的说道 你都想学什么 我都想学呀 武术 典学 这都有用啊 陈子和一脸无耻地说 要是我长了本事 挣到了大钱 你老以后就能天天喝高粱烧 顿顿喝高粱烧了 哈哈 你小子还真是贪心 行 我先教你武术 看你小子这身体 外加权最适合你了 而且我看你的身形不太 以前也该也练过一些基础的招式 算是有点底子 是吗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陈子和挠了挠头 但有基础毕竟是好事 我教你一套霸王王霸十八事 此功法相传为西楚霸王项羽所创 拳脚兼修 威力无穷 徒爷说完之后 一脸得意地看着陈子和 怎么样 还满意吧 不学 陈子和一脸黑线 甚至有点后悔给这老头送酒了 这是什么功法啊 听这名字 我都感觉脑门发绿 还有没有更好的 名字好听点的 你这娃娃真不识货 这名字不够霸气吗 徒爷有点摸不着头脑 什么王八十八摸的 乱七八糟 听着就不厉害 嘖嘖 我再给你想个名字好听点的啊 徒爷低头想了一下说道 娃娃 你觉得刘尹爵怎么样 我靠 这个好 就学这个 陈子和笑的都要合不拢嘴了 心中想着这名字又帅又拉风 肯定比上一个厉害 这套功夫依然是拳脚兼修 而且多是杀招 要求使用者出手要快 速度越快威力越强 不过普通人练起来也就算是个广播体操 强身健体还行 陈子和一听心里更高兴了 这功夫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啊 徒爷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陈子和说道 是我没表述清楚 还是你小子真是傻子 你知不知道这功夫要练好有多难 陈子和坏笑着看向徒爷 伸手以极快的速度 抢过了徒爷手中的酒杯 然后撒开手让酒杯在半空中自然下坠 在这下坠的时间内 陈子和到外屋给徒爷拿了一把生花生进来 并在酒杯落地之前伸手接住了空中的酒杯 整套动作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行云流水 徒爷面露喜色 说道 你小子还真吃了巨型红菇了 真是采了狗屎运 嘿嘿 兔爷宁昨天说这红菇吃完之后都会有哪些变化来着 百毒不侵是肯定会有的 但其他的一变就看每个人自身的情况和运气了 比如说你这极快的速度 书籍中记载的就极少 陈子和听完之后暗自窃喜看来老子还真是个天才 徒爷起身伸了个懒腰 来吧 到院子里 我给你打上一遍 刘影诀 陈子和跟随徒爷来到院中 小子 看好了 我先给你打一遍慢的 说吧 徒爷闪身而起 手脚身形所到之处便是残影 琵琶的破空声不绝于耳 虽然徒爷的身形动作极快 但在陈子和眼中仿佛被放慢了几倍 也还勉强能看清 好了 刚刚那一遍主要是教给你动作和要领 下面这遍我来给你连贯的演示一遍 注意体会其中的利语意 言吧 徒爷再次闪身而起 只不过这次陈子和费尽力气 也只能勉强捕捉到徒爷的身影 根本看不清他的身形 更别提动作了 好了小子 这武术我教完了 你能学成什么样就看你的能耐了 说完徒爷便转身进了屋子 给我洗两个苹果拿进来 院子中的陈子和呆呆地站在原地 他现在已经被徒爷刚刚的表现 给震撼的六神五主 兔爷 我是万万没想到 你能厉害到这种程度 陈子和痴痴地说道 他平复了一下内心的波澜 乖巧地拿起两个苹果 洗净给徒爷送到了屋中 然后便在院子里根据回忆像模像样的练了起来 第一便勉强打了下来 但动作僵硬不说 连贯性更是没有 接着第二便 第三便 看着院中大太阳下的陈子和 徒爷在屋中喝了一口小酒 满一地点了点头 练了不下五十遍 陈子和已经可以很连贯地 将这套流影绝打下来了 虽然暂时还比不上 徒爷第一便时的力道 但好歹大致上已经有些眉目了 一直到中午十一点多 陈子和终于在徒爷的阻拦下停了下来 你小子不要命了 没事徒爷 我不累 陈子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他全身的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溪流一样的汗水 从他身体上躺了下来 喝 体力好也不是这样用的 快喝点水去 兔爷你吃饭吧 我回家喝去了 话音刚落陈子和便出了院子 朝家里走去了 这小子倒是有点意思 回家的路上 陈子和一边走一边回想着招式 手里还在不停地笔划着 子和歌 一声甜腻腻的嗓音传来 听得陈子和心里也是甜丝丝的 瑶瑶 你今天没上学呀 陈子和笑着说道 今天是周六 学校放假 张瑶撅着小嘴回答道 嘿嘿 子和哥既不上学也不上班 还真记不住 今天周几 陈子和傻笑着挠了挠头 看他那憨厚的样子 张瑶哥哥一笑 随即翘脸微红帝说道 子和哥 明天就是我的18岁生日了 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过 说完他便害羞地低下了小脑袋 翘脸上更是布满了红霞 好呀瑶瑶 明天就是你的成人礼了 子和哥一定陪你在你身边 听到陈子和痛快地答应了自己 张瑶眉目间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幸福 嗯 那你明天一定要来找我 说完张瑶便低着头 羞涩地离开了 这小丫头 陈子和看着张瑶的背影宠溺一笑 张瑶是陈子和在村子里认的一个干妹妹 他家条件很不好 在陈家沟 这个小山村应该也算得上是最穷的一户人家了 他娘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 他爹张万有在他12岁的时候 又给他找了个继母 叫吴素颖 吴素颖比张万有小了足足11岁 而且是个才貌双全的大美人 据说在10年前 这个小山嘎拉里 就连上学的孩子都没几个 而那时候吴素颖便以全县成第二名的好成绩 考上了重点大学 但造化弄人 就在吴素颖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 莫过几天他爹上山砍柴的时候 便不知怎的滚到了山沟里 不仅摔断了腰 还损伤到了颅脑 得知父亲遭遇意外 又加上家中条件不好 吴素颖含泪撕毁了录取通知书 为父亲治病 不仅花光了家中本就不多的积蓄 还欠了很多的外债 虽然老爷子最终还是瘫痪在了床上 但好在命算是保住了 他留在家中 没日没夜的照顾了父亲两年半之后 老爷子还是因为内疚和伤病折磨 草草离开了人世 父亲去世后 吴素颖来到镇上打工 希望可以挣钱还债 因为他人长得漂亮 性格也是温婉大方 很快便吸引了大批的追求者 其中更是不乏一些家境英识的人 吴素颖没有选择有钱人家的高粱子弟 而是与镇上的一位教师交往了起来 两人感情不错 很快便来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谁曾想在婚前的一次体检中 吴素颖竟查出患有先天性不孕症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一般 落到她的头顶 消息一经传出 本来已经准备和她结婚的男朋友 向她提出了分手 而且之前是她若神非仙子的大批追求者 也纷纷打起了退堂股 毕竟在人们传统观念中 娶老婆的首要目的便是生养后代 如今这女人不能生养了 就如同是一个花瓶 成了摆设 而且吴素颖还身背债务 娶这样的一个女人在谁眼里都有些赔本的意味 最终她在同场一位关系相处不错的公友的介绍下 认识了这位大自己十多岁的单身父亲张万友 这张万友按说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每年的收入也足够维持温饱和生计 只不过这张万友有个毛病 那就是她嗜酒如命 喝完酒之后 性格还会变得乖利 暴虐愿意打人 前妻便是因为她这个毛病才 不堪受虐离世了 当然那时候的张瑶 还只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 不理解这里面低爱恨情仇 婚后无素颖 虽然在张万有酒后 不免遭受羞辱和打骂 但至少还清了家中的债务 日子过得也算衣食无忧 虽然丈夫的一系列毛病 吴素颖也都默默地忍受了 但老天与吴素颖开的玩笑 似乎还没有结束 就在他俩婚后生活的第三年 张万有晚上在外面喝完酒回家 在半路上突然遭遇了车祸 即使吴素颖砸锅卖铁 便卖了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 为他求医治疗 依然没有保住张万有的性命 他最终在入院一个多月之后去世了 而正处于叛逆期的张瑶 不知是从哪个长蛇腹口中 听信了一些荒唐的谣言末论 非说自己的这个继母是扫把星 都是因为他才客死了自己的父亲 于是这对关系 本就一般的母女 到后来几乎是直接破裂了 张瑶每次看到吴素颖 都好像看到了杀父仇人一样 分外眼红 即使这些年一直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也从来不会给他好脸色看 更不会和他说话 但张瑶以前其实是个很乖巧活泼的女孩子 即使现在也只是对吴素颖有偏见 而对相亲和同学 环都是很有礼貌的 他也是陈子和 在陈家沟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当时陈子和刚来到这个村子时 大家都知道 他是陈友才 从河里捡上来的流浪汉 因为他失忆了 所以大家都把他当成了傻子 而他也好像对别人看他时的一样眼光毫不在意 依然每天乐呵呵的 见谁都会刺着牙打招呼 而张瑶给他的感觉却很不一样 他好像从没有把陈子和当过傻子 依然很真诚礼貌的和他说话 相处 陈子和也对他很是关心 张瑶高高的个子 长得白白净净的 清秀的小脸高高的鼻梁 一双大眼睛水淋淋的好像会说话 而且说话的声音最是甜美 那甜腻腻的小嗓音 即使是女人听了也会按道这姑娘可爱 但是由于家里条件太过不好 导致他营养跟不上 身材显得有些单薄 让人看了不免有些心疼 陈子和回到家里 正好赶上吃午饭 坐在对面的陈友才 看着他的吃相一阵肝疼 你小子可真行 陈友才扒大一口烟袋 就这几个窝窝头 一锅绿豆粥 都能吃得这么香 你小子还真不挑食 看着陈子和伸手又要拿窝头 陈友才嘴角一抽 撑死你 嗯 陈子和抬头看了陈友才一眼 爹 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让我少吃一点 陈小玉健壮在旁边 被他俩逗得咯咯直笑 陈友才没好气地瞪了陈小玉一眼 又叹了口气对陈子和说道 吃吧吃吧 陈友才心里知道 如果他现在不让这小子吃饱 陈小玉肯定也会在背后 偷偷给他开小灶的 自己平日里舍不得吃的白面 怕是都让这小妮子 拿去给陈子和做了吃了 陈子和埋头大口地吃着饭 他很急 因为明天张瑶就要过生日了 而且又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成人礼 他想给张瑶准备个像样的生日礼物 他狼吞虎咽地吃了手中的窝头 磨了磨嘴就出门了 子和 中午这么热你要去哪呀 陈小玉问道 我去果园里转一圈 小玉姐你放心吧 山上也能凉快一点 走在路上 陈子和一直想着挣钱的门道 他现在有了特殊的异能 正愁着没有地方利用 算了 还是卖卖力气吧 他掏出自己 从家里拿出来的一个面口袋 快步走到了山上的果园 现在只有这些苹果能卖钱 多摘点到镇上卖掉 由于山路不好走 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车 能把果树拉出山去 所以往年的时候 都是等八月份满山的苹果 全都熟透了的时候 在游村之书带着几个人开着拖拉机 拉着苹果到镇上去卖 那时候苹果的市场大部分都已经饱和了 根本卖不了几个钱 而且不管卖了多少钱 都是村之书的一面之词 他想给大家分多少就是多少 因此大家也都不把 这卖苹果的几个钱放在心上 全当是村子里给的补贴了 没车又怎么了 老子扛着出去卖 由于陈子和家的果园在山的羊面 光照比较充足 果子大部分都已经熟透了 他提着口袋爬上树 专门挑最红的最大的果子 摘了满满一口袋 少说也得有五六十斤 陈家沟距离镇上大概有七八公里 可这七八公里全都是蜿蜒曲折的山路 就连开车出汤山都挺费劲的 可这些在现在的陈子和眼里都不算是 这个怪物扛起一大口袋苹果 大踏步地跑在山路上 虎虎生风 没有十分钟 陈子和汉流加倍地来到了镇上 我靠 这镇上的女人就是比陈家沟的女人会打扮啊 陈子和看着面前 应接不暇的大白腿和清凉吊带装 乐呵呵地往前走 这 他先是去了集市 可集市已经要散了 他只好无奈地扛着口袋 走向市场的另一侧 准备去水果店碰碰运气 陈子和走在路上 前面一位高挑的女孩子 身上飘来阵阵淡雅的乡风 他在后面慢悠悠地溜达着 不时看看周围的美女 也还算惬意 这女孩子身上穿着一条淡蓝色连衣裙 脚上一双米色的绑带凉鞋 一头披肩的长发垂在身后 肩上还胯着一个白色的包包 就在陈子和好奇地想象着 这位女孩的容貌之时 迎面走来一个小伙子 与他擦肩而过 女孩的包微微摇晃了一下 那小伙子嘴角轻挑 快不准备离开 陈子和看在眼里 朝那小子走去 同样与那小子擦肩而过 姑娘 你手机掉了 陈子和快步赶上前面的女孩说道 啊 女孩吓了一跳 赶紧翻着自己的包包 发现手机果然没了 谢谢你啊 我还真没注意 女子面露感激地接过陈子和递过来的手机 心中不免有些奇怪自己的手机明明放在包里 不可能轻易掉落啊 没事姑娘 大街上行行色色的人都有 难免有些手脚不干净的 你以后出门一定要多加小心 陈子和看出了他心中的疑惑 女孩听完他的话 心里也大概明白了 自己刚刚遇到了爬手 他张望了一下四周 可周围的人那么多 小偷怎么可能让你轻易认出来呢 陈子和回头看了一眼 刚刚那个爬手 那小子也同样在恶狠狠地看着陈子和 本来已经得手了 谁承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自己的好事被搅合了 换成谁都要骂一声娘 那小子抬手指了陈子和一下 仿佛在说你给我等着 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 太感谢你了 天气这么热 我给你买一杯冷饮吧 因为已经过了饭点 女孩有些不知道怎样报答陈子和 你要是不急的话 晚上我再请你吃个饭 陈子和终于看清了女孩的正脸 她大概二十三四岁的年纪 娇好的面容上 画着淡妆 一笑起来十分甜美俊秀 不用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陈子和很臭屁地说 冷饮你就帮我喝了吧 我还要去卖苹果 就先走了 卖苹果 这些都是吗 女孩微微一笑 找到买家了 这些都是 但还没找到买家 那我帮你卖吧 女孩开心地说道 对了 我叫许云 这么大的太阳 你就别自己找买家了 直接跟我走吧 啊 陈子和一头雾水 你家是卖苹果的 你说对了一半吧 我二叔家是卖水果的 现在正好是苹果刚上市的时候 他这两天也正在进货 那也太巧了 真谢谢你 陈子和很开心 没想到第一次来镇上卖东西就这么顺利 你不用谢我的 现在苹果没到忘记 还不太好买呢 你这又算帮了我一个忙 许云甜甜笑道 许云的二叔许永强 是这镇上的水果 大王 光是分店就有六家 对水果的需求还是很大的 两人一路聊着 很快便走到了水果店 二叔 哎 小云你怎么来了 许永强正坐在店里摆弄着手机 见到许云来了立马笑呵呵的起身 热情地将他们迎了进来 今天周六 学生放假 许云将刚刚那件事情的经过 跟许永强讲述了一遍 同时也道出了这次来的目的 好呀 小伙子 我看看你的苹果 许永强听了也很高兴 笑呵呵地接过陈子和肩上的苹果 好家伙 还挺沉 少说也得有六七十斤 不错 这苹果卖相可以 我能不能尝一尝 许永强看着陈子和笑问道 当然可以 随便尝 陈子和对自家的苹果 还是很有信心的 许永强拿起一个洗干净 等我找一下水果刀 不用 陈子和拿过来轻轻一掰 苹果一下就裂成了两半 那 很脆 看着陈子和手中苹果汁水充足的样子 许永强非常惊喜 你这苹果是陈家沟的吧 您怎么知道 你们那的苹果远近闻名 我的店可是你们村子的老主顾了 哈哈 许永强看陈子和的眼神 更亲切了几分 以前你们村子的苹果 都是八月份送到镇上来 你小子怎么还提前送来了一袋 我妹妹明天过生日 我就准备先摘一袋换点钱 也好给他买个蛋糕 陈子和如实说道 好小子还挺有情意 许永强点点头 这袋苹果算我帮你卖的 不赚你一分钱 就按照国产苹果的价格卖的话 一斤是四块五 我就按这个价给你结账 说着许永强便将整袋苹果拎上了电子秤 小伙子你看 77斤多一点 算你三百五 二叔 您不用这么客气 就按竞价算就行 怎么也得让您挣点钱 陈子和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你帮小云把手机找回来 就已经帮我们省了几千块了 这点钱就算是当做我们对你的报答都不多 你就别客气了 陈子和一听到觉得确实是这个道理 也就点了点头 不再推辞 小伙子 以后再来卖苹果 你可以直接来我这 我绝对不会在价格上亏待你的 许永强一本正经地说道 好 二叔 陈子和点点头 我叫陈子和 您叫我子和就行 许永强特意从冰柜里 拿出了一个薄皮沙壤的大西瓜 切开之后 几人又坐在店里边吃边聊了一阵 陈子和这才起身 与他们道别离开了水果店 没想到第一次挣钱就这么成功 陈子和攥着刚拿到手的三百五十块大羊 美滋滋地朝着蛋糕房走去 他刚来到蛋糕房 还没有进门 就看到一位衣着朴素的女子站在橱窗外 微笑着欣赏面前各种各样好看的蛋糕 只见他上身穿着一件纯白色的衬衫 下身是一条合身的黑色裤子 展现出较好的身段 一张标准的鹅蛋脸 两弯柳叶眉下一对杏花眼媚而不腰 无疑 陈子和叫了那女子一声 这位女子正是张瑶的继母 吴素颖 吴素颖手里还提着一个袋子 看样子里面装的应该是衣服裤子之类的 啊 子和呀 你怎么在这 吴素颖微笑地看着陈子和 语气中明显带着一丝意外 您也是来给瑶瑶买蛋糕的吧 我来镇上也是准备给她买个小礼物 陈子和笑嘻嘻地说 吴素颖来镇上确实是给张瑶买礼物来的 可家里的钱并不富裕 刚给她买了一条新的牛仔裤 已经花去了四十多块 剩下的钱吴素颖正在犹豫是用来买蛋糕 还是买一些鱼肉等食材 买蛋糕的话 张瑶看到肯定会开心 但这孩子正在长身体 蛋糕的营养肯定没有鱼肉等食材来得充足和均衡 家里一两个月开一次婚 对张瑶来说已经很难熬了 从她单薄的身体就能看出 但又毕竟是过生日 前两年就没有蛋糕 18岁的生日再没有蛋糕 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吴素颖正在门口纠结着 陈子和好相也看了出来 毕竟他们家的条件村里人心中都有数 吴姨姨 您已经给瑶瑶买了礼物了 这个买蛋糕的机会就留给我吧 吴素颖愣了一下 她知道以陈友才的性格 不可能给陈子和零花钱 更别说买蛋糕的钱了 就算是最小的蛋糕 也要七八十块呢 子和 你 吴姨姨 放心吧 我自己挣的钱 陈子和笑道 说着她和吴素颖便推门走进了蛋糕房 来到了吴素颖在橱窗外一直注视的一个水果蛋糕前 这个蛋糕大概有十英寸 单层的 底色是奶油和巧克力 上面是草莓 菠萝 樱桃 和葡萄等各种水果 颜色十分鲜艳好看 先生您好 这款水果蛋糕销量非常好 也是咱们店目前主推的一款生日蛋糕 一位美女店员 走过来温柔礼貌的说道 就要这个吧 吴姨您觉得呢 陈子和笑着问道 这个太大了吧 吃不完的话 天气这么热会不会坏掉 吴素颖面露担忧 毕竟这么大的蛋糕至少要一百多块 他其实想买小一点的 没事的吴姨 瑶瑶爱吃甜食 而且咱们也可以帮他呀 就要这个吧 明天上午我过来去 要新做的 陈子和对着店员说道 没问题 请您来这边付一下押金 陈子和先付了二十块的押金 明天到这再付剩下的一百元 吴姨 明天我免不了要去您家蹭饭 咱们再去买些食材吧 陈子和和吴素颖走出店门 边走边说道 当然咯 一现在就去买 明天好好给你们两个小馋猫 做一顿好吃的 吴素颖微笑着 现在他终于可以安心地买上一些肉了 小子 胆挺肥呀 陈子和二人 刚打算穿过一条胡同 就被几个贼眉鼠眼的小青年给堵在了胡同里 你是混哪片的 能从你马二爷爷手里把手机偷走 有两下子 那个在大街上偷寻手机的男子说道 哟 我这是碰到小偷开会了 陈子和笑道 少他娘的废话 留下一千块钱把我的损失赔了 要不然你俩都得交代在这 二爷 我看那婆娘不错 长得好看不说 你看那身段 多缠人啊 旁边一个光头色咪咪地说道 刚刚马二没有注意 这个衣着保守朴素的女人 听光头这么一说 他也把目光投到了吴素颖的身上 刚轻轻那么一瞥 眼睛马上就直了 吴素颖被他们下流的眼神和话语弄得浑身不自在 脸色也是被气得红了起来 二爷你看 那娘妈还脸红了 肯定是想了 一会儿咱们得好好折腾折腾他 光头笑得更是放肆了 啪 没等他的笑声落下 一声催响传来 光头直接原地转了三圈 倒在了地上 这群小偷甚至都没看清 是什么人打敌光头 只见陈子和站在吴素颖身边甩了甩手 似笑非笑地说道 我听听谁嘴里还敢不甘不敬 这群小偷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陈子和 他们没想到碰到了一个恋家子 马二此时也有些惊讶 但他召集了这么多小弟来找场子 不能就这么认了所 反正他现在已经骑虎南下了 只好硬着头皮喊道 打我兄弟就是打我 老子弄死你 听着他慷慨激昂的话语 马二周围的小喽啰们热血沸腾 都吵着嚷着要为光头报仇 兄弟们 给我干它 随着马二一声令下 底下的喽啰刚要蜂拥而起 便看到一道黑影闪过 砰 马二眼中闪着不可思议的神情 腾空而起 随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还要打吗 陈子和眼神凌厉地看着周围的人 淡淡说道 这那群喽啰都眼神惊恐地在 陈子和与马二之间打量着 根本不敢说话 既然不打就带着他俩滚吧 喽啰们就像得到了大赦一样 纷纷去地上扶起马二和光头 光头费力地在地上爬了起来 嘴里吐出两颗牙齿 脸也肿起了老高 马二比他还惨 陈子和当时一脚踹在了他的胸口 虽然控制着没用几分力 可马二还是一番白眼晕了过去 看着一行人狼狈离开的身影 吴素银缓缓地叹了一口气 子和 你 你偷他手机来着 嗯 无疑 不是你想的那样 陈子和哭笑不得 是那个马二 他在大街上偷了一个姑娘的手机 正好被我看到了 我又帮那姑娘把手机拿了回来 这才招来了他的报复 陈子和一字一句地解释着 眼神紧张地看着吴素银 无疑 没吓到你吧 陈子和轻轻握住了吴素银颤抖的手 吴素银脸色刚好看了一些 可手上突然感觉 被陈子和恐无有力的大手那么一握 身子不由地颤了一下 没没事 吴素银尽量保持着长辈的姿态 落落大方地说道 放心吧 我没事的 他风轻云淡地将手抽了出来 看着吴素银脸上的微笑 陈子和将信将一地点了点头 吴素银孤儿寡母地过了这么多年 常会遇到欺负他们娘俩的人 遇到过的流氓也不少 可他还真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吓到过 自从丈夫去世后他很少上街 大部分时候都是在村子里劳作 或者是在家里面做些女工补贴家用 所以偶尔遇到流氓欺负 也都是一两个地痞无辣 对他口头调戏一下 沾一占嘴上便宜 就算是拉扯两下 都是很少遇到的 所以像今天这种阵仗 他还是第一次见 无疑 陈子和低头看着魂不守舍的吴素银 说道 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吴素银刚回过神来 就听到他那质地有声的一句话 翘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虽然陈子和叫他无疑 可吴素银今年也仅仅29岁 看着面前强壮男子 对自己体贴的承诺 他心头不禁荡漾了一下 刚刚陈子和面对那群 泼皮无赖时的表现 又浮上了他的心头 面对那么多人的围困之下 还能表现得游刃有余 霸气十足 他真的很厉害 虽然吴素银已经过了那个小女孩 崇拜暴力和英雄的年龄段 可这么多年面对别人的欺负 他真的很渴望一个宽阔的胸膛给他依靠 也需要一副强壮的臂膀 来为他和这个家遮风挡雨 无疑没事 子和 我们去买东西 吴素银调整了一下情绪 他们买了两斤猪肉和两斤牛肉 又买了几样蔬菜 陈子和一马当先把账给结了 子和 不能再让你花钱了 吴素银拿着手里仅剩的一百多块钱 就要往陈子和手里塞 吴姨 我手里留不住钱 您帮我存着吧 等我娶媳妇的时候再找你要 陈子和 细皮笑脸的说着 吴素银心中一颤 笑着点点头 好吧 吴姨给你攒着娶媳妇用 陈子和手里 还有一百五十块的可支配财产 他心里正盘算着要买些什么呢 倒不是他真的手里留不住钱 只是他现在手里好不容易有了些钱 而且又是第一次来到镇上 他想给小玉姐买一点小礼物带回去 毕竟那可是他未来的媳妇 无疑 我想再买个小礼物 送给一个女孩 陈子和看了看吴素银说道 他没有直接说是想送给陈小玉 因为他们俩的关系还没有定下来 他不想惹得村子里的人 到处非议他们的关系 子和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吴素银笑盈盈的看着他 嗯 我喜欢他 陈子和开心的说道 你喜欢的女孩一定很漂亮 吴素银接着说道 女孩子都爱美 你可以给他买一个小首饰表表心意呀 他一定会很开心 对 无疑 咱俩想到一块去了 陈子和拎着买来的食材 连跑带颠地走在前面 四下张望着路边商铺的招牌 这条大街的拐角处 正好有一家饰品店 陈子和和吴素银进门之后 直接走向了卖银式的柜台 他准备给陈小玉买一条手链 一百多的预算 正好可以买一条还不错的银制手链 美女你好 我想看一下这条手链 陈子和一到柜台前 就看上了一条香着蓝色水钻的手链 手链上还有一个小巧的银制贝壳吊坠 先生你真有眼光 这条手链是惊吓的新品 名字叫做海的女儿 代表着纯洁的心灵和美好的爱情 售货员礼貌地介绍着 随即将手链递到了陈子和的手上 真好看 无疑你看这个怎么样 陈子和将手链递到吴素银的面前 售货员明显吃了一惊 他本以为这是一对情侣 没想到竟是两倍人 震惊之余 他又庆幸自己刚刚没有说错话 很好看呀 他一定会很喜欢的 这个多少钱 这个是一百九十九元 这 陈子和一下神色暗淡了下来 这手链的价格比自己的预算多了五十元 子和 差多少钱 吴素银看出了他的困难 小生问道 没事 无疑 不差钱 陈子和手里确实还有二百多 但他还要留出一百元买明天的蛋糕 如果说要让家庭如此困难的吴素银给他掏钱的话 他宁可不要这个手链 再看看其他的 这个也好看 陈子和性质明显淡下来不少 但还是在认真地挑选着 曾经沧海难为水 看过了那一条海的女儿 其他的手链 在陈子和面前都显得有些暗淡无光 毕竟遇到过好的东西 以后再看到类似的都会下意识地拿来与他比较一下 社货员也看出了陈子和的心思 但他又有些不知道如何开口 先生 其实我们店有个活动 售货员犹豫再三还是说了出来 因为陈子和和吴素银的颜值真的太适合 这个活动了 什么活动 陈子和眼睛一亮 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就是就是为了迎接下个月初的七夕节 我们店在征集热恋情侣的炫照 只要您与您的女伴给我们留下一张你们接吻 或者公主抱的亲密照片 就可以享受我们店内部分商品的七折优惠 啊 陈子和和吴素银都是一副惊掉了下巴的表情 公主抱也行 店员也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他也知道人家并不是情侣 吴素银低下头红着脸 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着 陈子和同样有些不好意思 但他又确实想要那条手链 无疑 我们 可以 吴素银笑着说道 他刚刚经过了激烈的心理博弈 但还是帮助陈子和买下那条手链的念头 占据了上风 听到吴素银这么果断的回答 陈子和笑得可开心了 这条手链也可以参与活动的折扣是吧 是的先生 那是你来给我们拍照吗 陈子和问着售货员 不是有摄像的师傅 我带您去 售货员也有些激动 这两位虽然衣着都很朴素 可无论长相还是身材都很顶尖 男人高大帅气 女人妩媚漂亮 如果照片再拍得好看一些 一定可以拿到这次选拔的第一名 到那时候这张照片的店员 还可以得到999元的奖金 请二位来这边拍照 售货员赶忙在前面带着路 来到一处布置的十分温馨浪漫的室内场地 周围玫瑰花簇拥着吴素银和陈子和 不远处的一个装饰着花瓣和霓虹灯的 秋千仿佛把他们带入了童话世界 吴素银看着周围的环境和眼前的男人 仿佛有一种即将要与他结婚的错觉 想当年他与张万有结婚的时候 由于张万有是二婚 而吴素银那时候也万念俱灰 两人根本就没有拍结婚照 只是简单的拍了一张合影 贴在了结婚证上 陈子和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他的心也一下子温柔了起来 吴姨姨 你喜欢这里吗 喜欢 吴素银动情地说道 二位现在可以准备一下换衣服 我们的拍摄马上就要开始了 售货员一边看着 调试着相机的师傅一边说道 还要换衣服 陈子和没想到只是参加一个免费的活动 竟然还这么专业 是的 先生 我们给顾客准备了拍摄用的衣服和鞋子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穿着自己的衣服 陈子和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 今天下地干活和摘苹果的时候 都沾上了一些灰尘 而且还有些汉字 他一听可以换衣服倒是还挺开心 无疑 咱们换衣服吗 陈子和有点担心吴素银会嫌麻烦 换吧 我也好久没拍过照片了 既然拍就拍得漂漂亮亮的 吴素银有些难以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 两人在店员的带领下 赖到了各自换服装的化妆间 开始认真 挑选着自己上进时穿的服装 陈子和选了一身 比较绅士得体的西裤衬衣 又随意登上一双皮鞋便走了出来 吴素银大概挑选的比较用心 过了大概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吴素银在店员的陪同下走出了化妆间 子和 等了很久了吧 坐在沙发上等待的陈子和 一听到吴素银的声音 立马抬头看去 面前的吴素银竟美得令他有些说不出话 只见吴素银身穿一条白色连衣裙 露出了肩膀和锁骨 脚上是一双水晶高跟凉鞋 雪白光滑的小腿露在外面 脸上还化上了淡妆 本就十分精致的五官 此刻更显立体 头发也经过了精心的处理 披伞在两肩上 后面还横着编了一个小麻花辫 当他再次站在陈子和面前时 宛如落入凡尘的仙子 好看吗 是店员小杰帮我打扮的 感觉到陈子和的目光 吴素银有些羞涩地说道 好看 特别好看 陈子和一时间竟然想不起任何形容词 只能一个进地点头 店员满意地看着吴素银 也许是他觉得吴素银刚才的那身打扮太老气了 所以故意给他打扮的青春靓丽了一些 先生 您现在可以亲吻或者抱起这位小姐了 摄像师傅拎着相机 手里比了个OK的手势 这里的环境确实让人心情愉悦 陈子和微笑着抱起吴素银 给人的感觉很潇洒 吴素银眉目寒情地望着他 起初的时候身体还有些僵硬 可一来到他怀里 感受着他澎湃的心跳和坚实的肌肉 更有他呼出的充满男性魅力的气息 吴素银一下沦陷了 他的身体一下舒展开来 裙摆上的流速微微上提 来到了他膝盖以上 合体的收腰再加上他优美的曲线 吴素银线条上的美感完全展现了出来 陈子和和吴素银动情地相望着 仿佛这一刻他们真正地属于彼此 好 OK 辛苦辛苦 摄像师满意地说道 吴素银依然依偎在陈子和怀里 单纯微张 陈子和也凑在他面前 没有丝毫要放下他的意思 两人就这样 在拍照结束后愣了大概十几秒 吴素银才突然意识到了拍照的结束 紧张地说道 紫和拍完了吧 啊 对 好像拍完了 陈子和赶紧放下他 尴尬地衬了衬衣服 我先去换衣服了 吴素银说完便略带慌张地走进了化妆间 陈子和依然率先换好了衣服 坐在门口等到吴素银之后 两人才一起回到店内前台 先生 这款海的女儿 在享受七折优惠后 售价为139元 请问要给您包起来吗 包起来吧 陈子和欣喜地说道 好的 请您到门前收银台结账 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 欣欣念念的手链 店员叫住准备离开的 陈子和二人 微笑着说道 先生 小间 感谢你们今天参与我们店内的活动 这款海的女儿童款 耳钉 是我个人送给你们的 其实店员在看到他们俩拍摄的那张照片时 便有把握拿到这次活动的一等奖了 儿童作为女人 她很欣赏吴素银的美貌和气质 她也能够感受到吴素银的家庭条件不那么好 所以便打算送这对耳钉给她 谢谢你 你真是人美心尝好 陈子和笑着 接过店员递上来的礼物 感激地说道 先生太过奖了 在您的女伴面前 真没有几个人敢说自己美 吴素银听到她的话之后 害羞地笑了笑 并没有说什么 吴姨 给你 你拿去送你的小女朋友吧 吴素银温柔地说道 不 人家是送给你的 她可是被你的美貌和气质所折服了 而且你为了帮我买到这条手链 而参加这个活动 已经很辛苦你了 陈子和将那对耳钉放到吴素银手里 不辛苦 其实我今天真的很高兴 而且记不得多久没有这么高兴过了 吴素银拿着手中那个精致的小盒子 心里甜思思的 她没打算过带这对耳钉 本来她是想把这对耳钉送给张瑶 作为生日礼物的 但张瑶还在上高中 根本不能带手势 所以吴素银现在只想把她当作今天这段回忆的一个纪念品 快回家吧 估计得有五六点了 陈家沟根本就没通公交车 所以他们还要走十几里的山路 才能回到村子 这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 虽然陈子和来的时候剑步如飞 但她可不能扔下吴素银自己跑回去 两人就只能这样慢慢走 让我拿一点吧 看着陈子和手里拎着那么多袋子 吴素银心里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不用了无疑 这点东西不算什么 我来的时候还扛了将近八十斤的苹果呢 陈子和嘿嘿一笑 你来镇上是卖苹果的 吴素银突然明白她哪里来的钱了 是啊 瑶瑶明天过生日 我总要挣些钱来给她买礼物的 真是辛苦你了 吴素银心疼地看着她 躺着八十斤苹果走山路 就是铁打地汉子也得掉层皮吧 嘿嘿 没事 我有的是力气 陈子和接着说道 无疑 你可千万别告诉瑶瑶 嗯 我知道 她也知道这两个孩子平时玩得好 也为张瑶能交到这么好的朋友而开心 各位听友朋友们好 今天的被窝故事到此结束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标题顺序开启下一期 站标顶 请按照标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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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